接上一个视频中我们讲到 康特找人的时候遇到了老者的女儿 本来他说送他回去 可是老者的女儿 直到阿祖法不见了也担心 他说陪着他一起找人 正好他也想阿祖法的两个女儿了 如果阿祖法有什么不开心 他正好也劝劝他 他们之间关系还挺好的 最近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给康特提建议 大家都觉得他应该从妈妈那里 把土地的赔偿金要回来 这样去找阿祖法才有面子 更加能表明他自己的态度立场 不然大家总怀疑他其实跟妈妈是一伙的 不然康特就是找到阿祖法了 又有什么用呢 你没钱还没有土地 你怎么好意思带他们走 就是你现在带着他们又能去哪里 又该怎样生活 现在阿祖法哥哥还在这里 要是康特拿不出一个好的决心态度 说不定真的会把他揍一顿 一个没有责任心护不住自己妻子孩子的男人 真不值得他妹妹托付 阿祖法的哥哥从来没有说过 想要破坏阿祖法和康特之间的婚姻 只是心疼自己的妹妹 过的日子太苦了 更是愤愤不平 他们家里的人居然敢欺负他 哥哥想要去教训康特妈妈 只是被阿祖法劝阻了 他说现在当务之急 是把他的小家收拾好 他再也不想跟妈妈吉尔纳打交道了 阿祖法决定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决定的 没有一件事哥哥怂恿的 所以康特一直埋怨哥哥也是不对的 康特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 他有一些误会也能理解 但是如果他找到阿祖法后 希望到时候他的脑子清醒一点 就是被哥哥骂几句 打几下又能怎么样 希望他不要因为暴脾气和哥哥起冲突 康特最近胡思乱想想的太多 可是他还是没有抓住最关键的重要点 那就是如何处理地皮留下的纷争 阿祖法前妻花的钱 不能这样就白花了 今天找了一大圈 还是没有找到阿祖法的任何消息 而他们今天来的这个大山比较偏僻 现在天色已经有点晚了 康特也打电话联系老哲了 老哲说他在另外一个城市 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 康特只能带着他们母子两个人在这里等他 我下保持络川 有点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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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有点快乐 有点快乐 我们先看 有点快乐 有点快乐 有点快乐